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了足球 聊了体育 列位 这不是不聊 实在是不懂 这位玩家您有点太难为人 就说点我知道的 或者是我听说过的 我还熟悉一点的 这样呢 还不至于说的太外行 那么今天呢 咱们要聊一个人物 这个人物呢 一说这名字大伙都知道 在过去在上海一说这位 那名字一出口 拿着一个光当当的烂颤 三个大字 他叫黄金融 曾经有人说过 说这个黄金融算是上海滩的第一教父 黄金融字叫锦庸 他其实原籍是浙江渝瑶人 但是是生于江苏苏州 出生的时候呢 是还是清朝的同志 同志七年十一月初一 他是这会儿生了 也就是一八六八年 他爸爸呢 是这个浙江渝瑶县县衙门行事监狱当捕快 挺露脸 为什么呢 当地有一个大富商 家里丢了三件祖传的宝贝 据说这三件东西价值连城 一个是碧玉的如意 一个是彩绿的翡翠的如来佛 还有一个荆轲赐秦王的那么一个立轴的画 这三件东西丢了 结果呢 让他爸爸给破了案子了 这个渝瑶县的支县很喜欢他父亲 当然了 陆陆续续的事情呢 就有破了好几个案子 到最后他爸爸呢 升任了班头 全家人后来是从渝瑶搬到苏州 但是老话说的好啊 长走夜道 这没有不遇见鬼的时候 你老顺利也不像话呀 所以后来呢 也是 你看沾便宜是破案吧 吃亏也是破案 后来有一个案子弄得不好 不好 最后把饭碗工作都丢了 没办法了 这个 哎 敢巧了 家里有一闺女叫黄凤仙 嫁到上海了 那得了 全家人打苏州 又搬到上海 所以这黄金融呢 就是大小在上海长大 九岁的时候去念书 但是对他来说 他不感兴趣 觉得念书没意思 喜欢干嘛呢 喜欢到那个附近呢 甭管是茶馆 九四啊 就听这些个捕快们呢 班头们讲破案的事 因为这个他好歹算家传呢 因为他爸爸干这个的嘛 听着就开心 或者没事跑到赌场 看人家耍钱去 他由于他小的时候染上了天花 落了一脸的麻子 所以后来有个外号 叫麻皮金融 麻皮那脸带麻子 是这么回事 到了光绪七年呢 他父亲黄炳权去世了 这是家里主要的经济支柱 这一下算是坏了 因为家里边就他母亲能干活 给人家什么洗衣裳什么的 勉强的维持生活吧 这一年呢 黄金融十四 就上外边干点什么吧 就半大小子了 干点什么 做点杂活混饭吃 减轻母亲负担呗 十七岁 给人当学徒去 就是表胡店 表字画 就那个地方 每个月呢 就给这么四十个铜板 这小学徒 这个不能像挣个月工资似的 这四十个铜板 就是勉强糊口 学手艺啊 干杂活啊 伺候掌柜的啊 伺候师哥什么的 这一天下来 累得够呛了 熬着吧 就熬到后来 哎 学徒算是欺满了 有点钱了 这有点钱了 他就开始出去 找些个什么 流氓啊 朋友们 去鬼混 这会儿 要不说管孩子 这会儿很重要呢 这会儿正是 半大不小的时候 容易学坏 这会儿认识一人 上海的青帮头目之一 叫陈世昌 为什么他们好呢 因为陈世昌也是苏州人 在上海是青帮通四辈的 就在那小东门啊 现在什么 中华门东门路一带 哎 讨个签啊 什么骗人 吃喝嫖赌 硬耳精通啊 各式各样的赌博 人家都专业的 哎 就这一下 就是把黄金融算是教会了 吃喝嫖赌出 坑蒙管骗头 什么都会 啊 这个陈世昌这一指点他呢 他 咱这玩意门零 要不老话说的对呢 学好不容易 学坏一处流 这一下 他就算是 学会了 啊 全套的赌术 出老千 哎 然后平时呢 一天到晚呢 就没有别的正事了 突然间长大了 而且这个 喜欢上这个 找女人了 他就发现有一个女人 他挺喜欢 这谁呢 也是道声人 这种呢 有个外号叫黑皮常柜 常柜的妹妹 叫姓花 他这个 喜欢他这个妹妹 喜欢姓花 这黑皮常柜呢 其实也没有正经工作 什么都干 偷东西去 摆摊也行 卖点苦力 碰瓷 抢劫 一天到晚 干坏事 不老回家 他呢 就上家去 找人家妹妹去 没想到半截 人家回来了 他打窗户跳出去 哥哥一看不对 你说实话吧 心花就说了 好家伙 人家找帮人 堵在道上 给黄金忠打了一顿 那挨了打不叫板 怎么办呢 得了 找陈世昌 素孔 你看你得给我报仇 陈世昌也不错 就找人办 那会儿衙门口 又当捕快的 好多青帮的弟子 就把这黑皮常柜 就给绑着衙门去了 后来知道了 当然这种种原因 事都过之后 就知道自己 也不是人对手 就算拉倒了 就黄金忠觉得 这个 在衙门口 当差这个很好 另外一琢磨 想当初自己爸爸 当捕快 你个威风啊 所以他对这个行业 特别的这个 特别羡慕 后来自己就是 又借了点钱 准备一份厚礼 当上捕快了 他觉得这行 可是这当上捕快的 这挺辛苦 那会儿的上海县 属于是松江府 松江府管辖 他这个每天 得把公文送到松江去 一来一回 150多里道 那年头也没有车 什么都没有 穿着鞋 这个带着雨伞 拎着灯笼 凌晨三四点就出发 回来的时候 得晚上八九点钟才回来 这是 这个活不错 仗势其人 还能挣点钱 但是太辛苦了 他就老想干点别的 哎 你瞧 机会来了 这个22岁这天 你看这一年 遇见贵人了 这人叫曹显民 曹显民是什么 是个翻译 给谁翻译呢 法国驻上海副领事兼 法作界总监 他是给人家做翻译的曹显民 这个黄金荣 在老北门当差的时候啊 这个曹显民呢 每天从这过 每次过呢 他就跟人家 避风避净了 客客气气的 所以曹显民呢 就对他很有印象 知道这个人 嗯 到后来呢 法租界 推出了一个策略 叫以华治华 需要120名 华人寻谱 哎 黄金荣报名去 到报名了 一瞧 整碰见曹显民 曹显民 你看认识他 这个我知道 用他吧 就给他录取了 这个当年租界的巡捕 是分两类 一类是巡捕 包括巡士 巡掌 巡官 另一类就是密探 当年有个小拼 有个外号 叫什么叫报打听 包括探员 探幕 探长 所以中国籍的巡捕 当年有个简称叫华捕 这先训练吧 都培训完之后 黄金荣就分配到这个 石楼铺 在这个地段至亲 这个地方 那当年算是 游水比较大 每天没事 城隍庙 什么得一楼 去喝茶去 跟这个地痞流氓 青帮 分子咱们一块 在一块干嘛呢 互相的探道 出主意 跟他们一块混 让他们给自己服务 好 在这干活呢 这个游水大 另外这个地方很繁华 他就想 我跟这干活 我得得到人家 这个法国人的青睐 看我的能力大 怎么办呢 他就找眼线 找那个流氓 憋三 找了这么俩 一个叫丁顺华 一个叫程子清 说你们俩 给我当眼线 做线人 有事 你们就 没什么 别花紧 这一抓 你们就跟着走 被捕了 就去 然后呢 我呢 给你们保释出来 对不对啊 这样就行了 然后这个 眼线们到租界里边 打结去 他呢 黄金荣去 跟法国人说 把眼线们 也一网打尽 然后再想法 把他们解救出来 他来回弄这么几回 这法国人就觉得 这也太厉害了 啊 这太棒了 这不光法国人觉得 他高啊 包括当地的商店 也怕他了 他是让这个流氓们 上商店去捣乱去 假装打架 骂戏 他一出现 大伙都害怕 然后跟这个店主人面前 那冲好人 大伙觉得 哎呦 这个小流氓一见 这黄金荣 怎么这么怕的 本领高强 哎 他又打负人 就跟这些老板们去说 说只要是遇见什么事 别害怕 只要求到黄老板 一下就行了 你这个玩意 做生意 求的是平安的 啊 大伙给他送礼的 有的拜他做先生 哎 当然也有不买账的 你不买账 他就绑架你呀 他想办法 那会他让那个 丁永昌 就把那大富商 荣德升给绑架了 跟荣家说 要几十万 你要不给钱 就撕票 你看 结果荣家没奈何 只好是如数之父 才把荣德升 放回来 后来这个法租界还出了一个四民公所案 这个四民公所案呢 这个 咱说四民公所 它是属于法租界 里边 是上海这个宁博人同乡会啊 存棺材 买死人的地方 但是在这个法租界建立之后呢 四民公所呢 就化入法国租界 法国人老觉得租界里边有 有坟的反感 就老想把这个坟呢 牵出去 哎 在这个过程当中 后来就出事了 就是因为 法租界有一回 他借口要修医院 修医院 你们这坟地得牵走 这一下打起来了 法国士兵开枪 打死15个中国人 乱套了 那就闹呗 是吧 就举行抗议了吧 法租界反正也 被迫妥协 答应给这个 赔偿什么的 哎 黄金融就知道 说这个钱 都掌握在这个公所里 有一个董事姓甘 甘董事手里边 哎 他行了 他就指使人 把这甘董事绑架了 绑架之后 勒索2000块银元 哎呦 那年头这2000块银元 还了得呀 但是这个事情 他这种处理方法 两边吃 法国人不满意 而且有人也跟 寻补坊总监都 我就说 说这黄金融啊 他跟流氓倒匪 他是串通一气 哎 所以这个寻补坊 这个总监都呢 就在过年 团白的时候 同着所有人面 就问黄金融 你是不是跟这些个 流氓倒匪串通一气 因为黄金融这会儿 已经多少有点名气了 就觉得这部队 俩人就矫情起来了 就同着大伙顶撞 到最后 我辞职不干 辞职之后 自个儿也犹豫 你说我干什么 现在 是吧 想来想去 去趟苏州吧 因为父亲在苏州 有好多老朋友 我上苏州去闯荡吧 这么着 到了苏州 到苏州呢 开始是找了一家戏园子 给人当鬼市的 什么的 后来摸熟了情况 得了 我自己开一家 开一家叫共和戏院 自己又是老板啊 又当自己的保镖 反正生意还算不错 当然后来 寻补坊的总监呢 又请他 还得用他呀 说是一个 上海还是需要你 就这样 从苏州又回上海 寻补坊算是 官复原职了吧 反正在这儿 这一来呢 之前的地痞流氓的 好多人就又找他来了 相互一配合 也破了不少的案子 确实呢 显出他的办案本领来了 这个后来呢 这陆续又发生几件事情 奠定了他这个身份 你比如说 1913年 宋教人被袁世凯派人暗杀 袁世凯呢 为了掩盖这个事情真相 就派人反正到处造谣 说这个刺杀 宋教人呢 是这个革命军护军都督 陈其美干的 啊 所以这个你想啊 本来这个国民党人 对宋教人被刺 已经很悲痛了 一听这个诬陷 也是义愤填膺 所以决定要抓凶手 保守血恨 就这个 一面请这个英法租界当局啊 缉拿凶手 一面是联络各地的同志们 侦破这案件 陈其美 他是上海青帮的首领 他跟这个黄金荣有点交情 就是你帮忙吧 悬赏 一半 再加上护宁铁路悬赏 五千 这个好巨大的赏金啊 黄金荣一条这个钱 不挣白不挣啊 就把这个英法租界 巡捕房的探子们 全都联合起来 咱们一定要破这案 哎 在这个破案的过程当中 是英租界的巡捕房 发现线索 有一个古董商人 到这个巡捕房来了 说我要指控一个人 你说你是谁 我是古董商人 我叫王阿法 我指控一个这个 叫这个英贵新的人 这个英贵新给我拿过一张照片来 让我行刺这个人 说事成之后给我一钱 后来我看这报纸上的照片 这人是宋教人 那赶紧吧 英租界巡捕房的探子 你家就找呗 就找着英贵新 哎 就发现他经常去英租界的妓院去嫖娼去 这个消息一出来 黄金荣很开心 就赶紧带着人去 带着探长 金九龄 程子清 连夜就赶到了这个 那个地儿叫文员坊啊 到这儿搜查 哎呀 查吧 挨个查 清点人口 没找到 但是突然间发现有一个 说山西话的一个男的 个儿不高 在这个状态下 扭腿就跑 跑就追 黄金荣就追他 这种呢 穿过客厅就到后墙这 上墙头 要往外跳 哎 黄金荣也翻墙出去 整砸人身上 俩人就打起来了 这后边这一大帮巡捕们全来了 哎 拿着了 拿着压回来看呗 压回来黄金荣看他觉得眼熟 就想起这个人呢 之前在这巡捕房 坐过一个月的牢 啊 山西人叫武士英 本名是吴福明 最早的时候在清军里边当过兵 清朝亡了 他跑到上海谋生来 哎 经过朋友介绍 他认识这个英贵心 有一天英贵心找他交给任务 拿着一张宋教人的照片 还有一个手枪 说你去刺杀 事成之后 给你 一千块钱 啊 所以黄金荣再次搜查这个英贵心住宅 找着那手枪 枪里边留的子弹 跟宋教人身上取的子弹 完全一样 又发现 谋杀案幕后的主谋 是当时的政府的赵病军跟红树族 啊 所以这个事当时黄金荣挺露脸 大伙都知道 你看他厉害 怎么好 怎么好 都传 当然后来这个真正让他发迹啊 是就是破这个山东临城啊 土匪抢劫铁路那个案子啊 这个这是1923年了 5月6号山东 那这个这是有计划有预谋的一个大的抢劫案 啊 截的呢 是浦口开往天津的一个列车 就这个列车 设备很豪华 车里边呢 就乘客200多人 最重要的就是外国人40来位 有美国的 英国的 法国的 以德利的 墨西哥的 各国的外籍旅客 最重要一点 这里边有一位法国籍的神父 啊 姓姚 姚主教 还有一位法国公使馆的参赞 那这事可乱套了 这事这震惊中外啊 这重大新闻呢 啊 那么谁接的列车呢 这个指挥者和组织者 是当时活跃在山东一带的土匪头子 叫孙美瑶 孙家原来是当地的父户 家里边啊 良田千巧 罗马成群 家里有的是钱 但当地呢 这个土匪多 老上他们家借粮来 官府呢 也是敲打勒索 最后他们家一琢磨得了 干脆 变卖家产 购买武器 招兵买马 聚草囤粮 咱们呢 当土匪吧 他们这个还挺厉害 所以他们后来想来想去 他们是决定 要在京浦铁路上打主意 而且呢 如果劫持的国际列车 车里面有洋人 当年的北洋官军 不敢轻易对他们如何 而且可以趁机 要挟北洋政府 所以他们就决定 要截这辆国际列车 时间是这个 5月6号的早上 他们是提前呢 先把铁轨卸起一段 等这个火车司机发现 刹车来不及了 车头跟这个三等科车车厢 就出了轨了 后头的头等跟二等的 客车还握破 没事 车一停 这匪徒们全上去了 而且他车上提前有 这个伪装成旅客的 那个土匪 内外接应 这一下 这事很顺利就成功 这里边这个 姚主教啊 就被劫持姚主教 他去天津 是以传教为掩护 但实际上 是打算进行间谍活动 他跟上海 法国驻上海领事关系密切 由于他 他这个特殊使命啊 所以说法国领事急了 不惜用重金 也要赎回这个人质来 上海法租界当局 也限令巡捕房 活缩破案 这下全京东方 四处打听 那上哪打听去 最后是高价悬赏 凡是提供了姚主教下落的 赏银阳三千 有能救出来的赏银阳一万 这个事对黄金庸来说 很重要 黄金庸一琢磨 这个案子是难破 但是 升官发财的好机会 行 我试试吧 哎 这会呢 哎 那无巧不成书吗 打山东来上海出差 来军官叫韩戎普 他是临城人 又是这个大军阀 吴佩孚的副官 他从山东到上海 买东西在车站 钱包丢了 没办法来到这个寻补房这 他找一个同乡一哥们 那时候姓隋 你看我钱包丢了 哎 俩人这一聊天呢 姓隋这哥们 就跟他顺便说了这个失窃案 把这事一说 又介绍 你看这黄金庸都认识认识 黄金庸脑子就一动 这大山东来的啊 劫车案你知道不知道啊 他就把自己知道的事 跟黄金庸说了 黄金庸挺很高兴 当时先掏出150来啊 你拿这钱 你回临城 你仔细给我打听 打听了之后 有确切消息 到上海报信 我再给你500块 破案有功 还另有封赏 韩隆浦回到临城之后 很快就打听了姚主教的下落 扭回头就回了上海 找黄金庸 黄金庸一听啊 太好了 打寻补房先 预支了2000 其中500块钱 给了韩隆浦 1000让韩去收买这个 看着姚主教的人 还告诉你 事成之后再给你2000 他的实施的 你封管了 其他事都我 找了寻补房的一个翻译 用法文写了一个条 说你把这条给姚主教 让他放心 我亲自救他 一切安顿好了 黄金庸带着十几个便衣寻抚 由上海奔临城 吃起来啦啦啦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